非常谢谢友莲这么精彩的分享 其实他刚刚我们今天谈的是一个很大面向的 就是几乎都谈到了 公平经济的新蓝图 所以我帮你不忘打书一下 那待会我们这个后面可以找我们哲午志工 我想说因为可能从刚友莲在谈 有关于公平经济其实很大的一个部分 我们其实从税制也好 从我们的劳动条件来谈也好 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在谈 我们期待说我们在尤其这个过去 从包含李登辉时代 陈水扁一直到马英九 到我们即将来临的一个新的总统 那对于这个新时代的来临 那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 新的一个经济的蓝图 那我想说也许大家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问题 我们是不是 我们就这个时间开放给大家一起来做讨论 那我想说我先收集第一轮的意见 好不好第一轮我们先收集三位的意见或问题 或者是对就是你有一些意见也好问题 那一个人最好我们尽量控制自己的时间 大家发言大概一分钟左右的一个问题 好不好有没有 来 这边有一位 还有没有 后面还有一位 还有 还有没有 再一位 有没有 不用客气 还是我们就这两位朋友 你们先讲 好 就大家控制自己的发言时间 哎呦 或许我们需要一个文革 文化大革命 就是我们现在还会 现在还会有人觉得说 哦 可以啊 有人被带走了 我刚才反正被带走 好 大家对于不公不义 不合理的事情还是一动一动 或许我们需要文化大革命 我们需要改变大家的思维 所以有一些超级不合理的事情 就是 当然是民主国家 但是居然发生着 侵犯人权的事情 然后大家还觉得 OK 没什么感觉 其实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大家没有感觉 大家发现不公不义的时候 忘记要愤怒 忘记 而是忘记说 事情有点不太多了 我们或许需要文化大革命 好 欢迎加入好眉文化的情况 打招呼 打招呼 做了广告了 不好意思 我想一下 喂 我们一切大概的实际状况 可能会比刚刚分享者 讲得更严重 就是那个失业率 我们看了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实际上 它是经过证明 然后修饰过了 我们所知道 大概是乘以再乘以三倍到四倍左右 这才是真实的数字 对 如果要真实数字 可能去问一下 人力资源那边 它可以更确确的数字 第二个就是 我们都 上面有要求说什么 业主他们就是怎么样 剥削我们怎么样 可是我这片的实际状况 我可能要把企业分为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就目前我所知道 即我所鼓倒的小型企业 包含我自己鼓倒一间 他年业了两千万 可是你知道老板 他一眼只赚多少吗 他一眼只赚二十万 他把他自己口袋而已 所以这个也要去问一下 包含我自己 我的同学 他去加盟那个 好像不想把这品茶店 然后他说 以前政府排名那个什么 水电瓦斯 皇家一些扣的税人之前 他一个月他可以赚四万 可是他现在 他一个月赚两万 他自己还要再跳下去 他是老板 他不再建议的不够 所以说可能 在这些细节上 可能要稍微做一点微调 或是修正一下 对不对 谢谢 数字被文化的问题了 好 那还有没有朋友 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要提出来 来 这边 诶 我刚刚是听那个什么 老板 就是什么 就是 只有打二十万口袋 可是我 据我了解就是 如果你不是上市的公司 他其实是可以 就是隐藏财报 或是他自己做账 比如说 诶 他有可能就是把这些钱 然后 这当然是我自己 自己想 但是我觉得是很高 他可以自己把它放到一层基金位 然后再用一个汇款的方式 其实是很 很正常 然后就是财报 最后是 诶 二十万 避税 对 就是 但是其实这些钱 无形中在他某个地方 对 所以如果 我觉得真的要比的话 其实上市公司 我刚刚谈的这个小企业 小企业 那创业 也知道 小企业 我觉得 对 然后 血汗超商其实就是一个 对 血汗超商就是一个 加盟 加盟 我从加盟那边感激 因为我去年其实有在做 一些小小的设计 我在台湾的加盟是这么公平 比如 我举个例子好不好 就是说 某个 某个知名的 超商的加盟 你要加盟的话 你要先找70万 你说一下他 全国有多少 那是抵押 押在他那边的 全国有4000家的 加盟店 70万乘以4000家 那比钱 放那边升利息 就够贪 那整个加盟的关系 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 其实某个路上 那也是这种 我们正之为贫荣产业 那政府为了美化事业 就是叫年轻人去创业 还给你们创业贷款 所以毕业出来以后 你不要以为你只有学贷 不小心又带了一笔来创业 然后留存贷款 然后中年事业的 就去创业 那结果隔壁又开了一家 最后对面又开了一家 我去年的那个职信的调查 我想说 企业我就讲说 几公尺一定不能开 你知道吗 他就会非常不要领地跟你讲说 那你不开别家会开啊 不然你把它吃下来 你那个 稀的不开 那个 我会开嘛 对不对 那一样会影响你啊 以其让他转步 如果我在你隔壁 附近开一家 我们一起赚 那你觉得不开心的话 你就把它吃下来 你变成那两家都是你的 那请你带脚戏身份给我 所以有一本书叫《血汗超商》 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我必须要这样讲 就是说 的确台湾的 的企业的 里面的分配 例如说 大企业所分配到的 减速的利益 是眼高过于 维系 维系百分之九十的 就业人口的中小企业 所能享受到的政府的补贴 现在是高很多的 所以我们的 我现在最担心 被问到的一个问题讲说 以前我们有两兆双新 现在我们下一个明星产业是什么 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描述的时候 你还想说 两兆双新是怎么被堆积上来的 是政府大量的补贴堆积上来的 一个产物 那结果我们下一个产业 现在最近比较夯的 升级产业 结果就 结果就 灰头涂脸 对不对 但是重点是 当然产业跟经济 不是我所内涵的 但是我觉得重点在说 其实公平的竞争环境 其实也是公平经济的一部分 那所谓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是什么 就是说其实是大的企业 享受到更多政府的补贴 这样的问题是必须被解决的 我必须承认 中小企业带口不容易 我处理过 我这边讲一个故事 那是我一天的生活 早上是一个过劳大企业 即向上市上柜的公司 一个过劳时的个案 然后那个谈判桌上 大律师来 本公司对于本公司的员工 某某某发生不幸的事情 感到遗憾跟不舍 那本公司既然被认定是直呆 我们该付的我们都会付 但是本公司必须生命 甘愿之死亡 你本公司无任何关系 我们没有过失 意思是什么 劳保的我付了 劳基保的我付了 其他人也不要打我了 那当然遗憾有命 你就必须要去那个 下午的一家很小很小的公司 同样是员工 过劳然后测货过时 我就问 因为是我学生的 我的学生的老公 死者是我学生的老公 我就问我学生说 那公司做了什么事情 他说 因为发生在半夜 所以公司就老板和老板 一个冲到医院去 然后就通知了家人 然后从南部赶上来台北寒流 所以租了饭店买了衣服给他们 然后都后世也帮忙协助了 那现在只有说 补偿跟赔偿部 他还没有谈 我说他开始谈 对不对 马上接到LINE 那家小公司 很小心在公司问我同学说 先生的妈妈几岁 他说58岁 公司刚刚做了决定 继续给付工资 到妈妈中老为止 有没有感动 有没有感动 但是我回过头想说 你还是不能违法 公司还是要保障 既然你要 这就是一个 那其实我觉得 台湾的经营环境 是被少数人所破坏掉的 包括什么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曾经在外面 会被记者会反对外劳政策 有一个厂商 厂商那 老板要坚钱给劳政不容易啊 我劳政是百分之百 他们有款的 然后老板要捐钱给我们 是非常不容易的 终于有人会了一笔 三万块的监管进来 他说 为什么娃娃交款给你 简单的说 我早上在新闻上看到你的记者会 我非常同意 我没有离开台湾 我在台湾产业升级 我没有压低我的工资 我终于撑过来了 我开发我的产品 卖到欧洲去 我站起来了 我的员工的工资 也在一定的水准以上 凭什么 凭什么台商回来 就享受到租税的优惠 享受到土地 享受到外劳要更多一点 享受到更多的一个政府的补贴 他有很多小孩出去 给他输回回来 还在土挡土塞 我这2.5公元的名字 看得到什么 我觉得 其实我们就应该好好去思考 当外劳政策这样的一个不当的设计 我们没有给外劳同工同酬的这个结果 就是在未养一个选汉经济的模式 他会加重 加加深的我们对公平经济的谣言 那当然 我必须想现在 政府的统计数字 有一些需要改变的地方 至于文化大革命这几个字 其实是有不一样的一些政治的意涵在里面 那当然我觉得 从改变开始 从观念开始 譬如说可能今天 第一次知道五一劳动节的由来 请举手一下 大部分嘛 所以我每一次演讲我都一定要讲 为什么 因为总会有人第一次听到嘛 这就是一种 你内在的改变 至少你今天听完说有人讲完以后 你不会 你不会在五一劳动节的时候 传来给人家说 佳节快乐嘛 你会反省说 原来五一劳动节是劳动的228 那我们从内在的 对一些价值的反省去挑战 譬如说我问一个具体的问题 如果蔡英文继续减税 如果蔡英文继续减税 如果蔡英文继续信仰带套 我们怎么办 要站出来啊 就要站出来啊 就要站出来啊 所以我想讲吧 第三次的政党轮替 民主轮替了 政治轮替了 价值如果没有轮替 我们只是让他更加的结构 这个不公平的结构 所以我们要去挑战他 我们要去要求他 你不要说明说那什么样的一个分配 才是公平的 你要继续让财团 继续的养肥吗 壮大吗 那劳工的分配 劳工的所得 你要如何去提升 我们是不是要继续的剥削外劳 然后喂养一个血汗激进的模式 然后让台湾的薪资 倒退16 17 18 19 20吗 然后我们要继续让这个结构继续下去吗 这就是我们要开始想的 开始想的 我就简单的先做这样回答 我们还没有 来 这边也有一个有问题的 或要提问 回应 这边 谢谢 好 请来 欢迎就讲 我主要想是请教 孙先生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您看 请到你们在做的 主要是劳工组织方面 有这部分的协助 那我想听一看 就是说 就是您长达21年 这就是协助劳工组织这方面 就是您遇到的 那个我想听一看具体的困难 就是最常发生的 他不是说 有时候可能说 牢牢 人家会说牢牢相争 那时候 大家都会说我们都是一盘散沙 然后谁冒出口来就会被砍头之类 我想就请谈这方面就是 就是有一些是不是台湾的劳工 在放眼在全世界有一些特殊性吗 就是说台湾的困难 对 就是公化 就是公共运动 就是说台湾的聚集 就是它组织 就是是不是放眼到全世界公园里面 有些特殊 还是说其实我们都是面临普遍问题 那具体的困难 那个属于到底是在哪方面 对 还有没有 就几位 先可以吗 来 比亚 就只是想要问 关于长照制度 就是孙老师有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现在有推那个内阁 有新内阁要杀任 那你觉得我们长照制度 应该要怎么样去推行 然后他的那个税收的部分 应该要怎么样处理 因为如果说长照制度推上来之后 就是 我不知道说 对于我们这些基层的劳工来讲 是不是 真的是未来是有利的 还是只是脚分多 然后 但是最后都拿到服务 OK 好 台湾劳工运动的困境 这个已经讲了很久 就是说其实全世界也一样 都一样 团结力量大 一根筷子折着乱丝 跟筷子折不断 就是小学都知道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我这21年来 其实蛮大部分跟你一样 在教人家做我的团结 明明你们都知道 团结力量大 对不对 但是团结谈不容易 好 那学生也很难团结 对不对 就学校要找学员 找学员 也没有问过你们 对不对 学校改变什么制度 也没有问过学生 所以我们在外面 可以投票选总统 领主人 为他学校 也遇到的是一个暴君 所以我时常提醒自己 回到家 不要变成是一个暴君 不要跟我儿子 不要跟我女儿讲说 爸爸说了算 对不对 如果我回去 我跟他讲说 爸爸说了算 我叫爸爸 所以我说了算 这就是暴君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说 我觉得越来越有机会 因为其实大家 越来越感受到 你跟人家 我落差是越来越大 所以透过这样的机会 我这21年来 有时候我会反省 例如我这两天在看一本书 刚读完一本书 叫《阶级世代》 好 阶级世代 我刚读完 他现在讲美国 50年代 一个点到不同的点 然后到平复 世代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世袭的问题 台湾也没有发生 我在上一场演讲的时候 有人提到 台湾民主的话 并没有带来富足 并没有带来捐等 那你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我说问题可能不在民主 问题可能不在民主制度 问题是在其他的价值 渗透在一个里面 譬如说我们所谓的 新自由主义 强调政府去短制化 强调减税的这样一个主义 它是主导的民主的这个进程 所以导致这个结果 民主本身 可能不是民主本身的问题 那对于老公来讲的话 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透过扩大 这个谈判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规模 它有可能达到这个结果 那怎么做 就是我每天 东征跑来跑去的目的 我今天在台中 明天在台北 后天在台中 下礼拜在嘉义 然后就这样到处讲 所以我最近很喜欢一首诗 这个郑仇宜的有一首诗 但我改了一下 它说是谁传下了诗人这行业 我把他改 是谁传下了倡议这行业 在黄昏 在黄昏里挂上一盏灯 最后就是 像我们今天这样子 在那边 最后一句就是 交换这流浪的 这个故事 我们在交换进步的故事 我们如何让台湾 未来变得更好 对不对 不然我们整理 观众部长看完 每个礼拜五 对不对 我们想象台湾未来 应该是什么模样 这就是我们未来要做的 那透过自己的组织 一种模式 透过我们去参与公民 公民参与 去做税制改革 是一种模式 我们去绑堵 这个社会不要再往 那个方向去卖动 这是一种模式 怎么做 两年前的318 已经成功的把福报 获报至少现在挡下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立法院 开了记者会 就是要问民进党 那你把同行东西又搬上来了 那你如何对两年前的群众交代 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长照其实是一个有趣的议题 但我对长照 这本书里面有处理长照 那不是我处理的 我个人支持税收制的理由 在于说保险制 虽然可以收到一千多亿 但是这感觉起来又 钱多了 然后就让更多的商业的机制进来 它不一定最终达到了 那样的一个 有品质的照顾的结果 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对于长照的工作者的想象到底是什么 长照的工作者 能不能是一个优质的就业的环境 我们想到长照现在都讲到外劳 对不对 外劳22万将近23万的所谓的康护工 家庭的外劳 社会福利的外劳 事实上是帮我们的台湾社会在撑起 在照顾我们的家里的需要照顾的人 那事实上有这样的需求的人不止22万 那有些是说的比较 说的比较我觉得比较不好一点 就像说连外劳都请不起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连外劳都请不起的有照顾的需求的人 那当然我觉得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还有包括其他的 那我们如何让长照这样留就业 它是可以比较优质的 你看看比如说长照的人力 我们不一定是钱不够 到底是300多亿够不够 400多亿够不够 还是我们一定要1000多亿 然后又倒进了那整个商业的模式 我觉得这部分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但是第一个我们长照的人力 其实不是不足的 那我们如何让长照的这样留就业环境 变得比较好一点 在最近我们在看一些资料 欧洲他们的一些做法是让健康老化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因为长照的需求我们跟老人有关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 一些社区的活动 来让老跟最终的生命的结束 其实是很很相合的很相合的就是欧洲平均 从病到死的时间很短 台湾大概都是大概至少都七八年平均都七八年 好那其实我们未来长照的制度的思考 就可能可以往更多元的方向 好譬如说你如何让更多人瑜伽在里面 然后去改变人的生活 所以我再举个例子 刘依秀老师最近出了一本书 他讲北欧经验 他说以前家里如果有一个长辈出门 我们一起去买东西 一颗大西瓜 你会想生七十几岁的长辈 你会帮他提西瓜吗 会不会 在欧洲不会 为什么 他说那是新孝道主义 因为其实你什么都帮他做了 他的整个整个生活基本 他就会怎么样 恢复缩得更快 所以新孝道主义是什么 只要他有能力拿 只要他有能力搬 你就让他做 这就是一种欧洲的那种习惯 我们东方人也好 所有的华也好 如果你没有看到隔壁 隔壁的那个没有帮他 那个长辈搬米搬西瓜的话 他就指责他对不对 不孝子 好 那我觉得其实跟你所提到的 我觉得有关系 第一个长辈不只是钱的问题 长辈还有服务性体系的问题 长辈还有怎么样 我们如何看待 不要把长辈的工作想像 他就是一个 妇女二度就业外劳低薪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他应该是可以更优质的一种做法 这样才会留得下你 我就做简单的看能不能答 关于长照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 待会可以够吗 我不断的帮你答 好 那因为我们时间上的关系 有没有人一定非得要现在问 还是我们待会留一点时间私底下 你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跟友人做一些交换 有一些意见也可以交换 好不好 那我先在这边先暂时把打住 我们今天折五 准时的在九点半在这里先 告一个段落 我考虑 等会 打破